大家好 今天我录制中共政治人体实验现场实验报告48 中共内的实验族 你们依靠绑架我和我亲人 维系你们生命的罪恶到此结束 我正正通知反人类分子结束生命走人 并正正通知每个中国人中国的最高权力在我手中 我最近连续录了很多视频 向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权力结构 中国的政治体系 我们的家族与国家的关系 以及这段历史渊源 还有经济上的各种问题 以及我们的私人财产以及历史真相 但是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 我依然要发表我自己的意见 行使我的合法政治权利 我认为我和我妻子 以及我们亲人的上帝已经成为定局 我的母亲以及我妻子的西院的母亲 一定能够得救 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也就是说我的权力来源于哪里 就是人正当防卫的权力来源于哪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这是贩卖妇女儿童 残害妇女儿童 活摘人体器官贩卖的罪行 依据最高刑法 这是死刑 这是叛党叛国现行反革命 反人类 背叛中华民族 一级谋财害命的谋杀罪 是死刑 也就是说 从我出生之后 为什么我出生之后 四年 毛东去世了呢 因为毛主席就犯了这个死罪 毛东就被处决了 那么也就是说 在任的国家领导人 还有一些已经离退休的国家领导人 还有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 以及一部分公检法 还有军队的人员 都是死将 就不要说什么红二代 红三代 公二代 官三代 他们算老几啊 这就是为什么 在我的这个人生过程中 迫害我的人 有两位处长被处决了 一位局长被处决了 一位部级领导干部被处决了 我们的财产有多少呢 有22万亿美金 这是经过严密数据核算的 我们拿出10万 11万亿美金 成立两个信托 以偿还 国民党 孙中山一个 孙中山派系的 孙中山一伙呢 国民党共产党 民进党给中华民族 带来的 巨大的损失 他包括两个阶段 从1840年到1911年 从1911年到2017年的 所有的 孙中山派系的 国民党 共产党 民进党 所欠中华民族的债务 所欠中国人民群众的债务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使 中国达到和平和解 对吧 那么现在 我就想对所有的中国人说 你们不但不感谢我和我的妻子 还要残害我们 残害我们的母亲和亲人 你们不但不感谢我们 不立即公布真相 还钱访仁 你们还要置我们与生死边缘 知识不明真相的群众 残害我们一家人 你们不但不感谢 我们给我和我的妻子 给你们带来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以及和平和高速发展的几十年 你们却要栽赃陷害我们是精神病 却要抢夺我们的私有财产 却要点盖真相 唯恐我们不死 你们不但不感谢我们 还要拆散我们的家庭 破坏我们的婚姻 残杀我们的亲人 侮辱我们的人格 唯恐我们不家破人亡 甚至你们的官员 亲口说出来 允许你们还活着 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包容 这就是丑陋的中国人 对我和我妻子所发言的罪行 可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 无人不知无人不讲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利用什么样的生 人命之间的关系来维持到反人类分子存活的呢 三个家说 说有人虽然死了 但他还活着 有人活着 但他已经死了 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杀人犯 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 吸尸了我们家的人血 吃着我们家的人肉 残杀了我们家的生命 以免除他们的死刑 他们还假装什么我们的亲人 过去八十年代 日本曾经有一部电影 是香港的时候 说那个一个资本家活不了了 然后他就通过把一个人给囚禁起来 让那人天天抽血 用血去供养那个资本家 让他活下去 这就是共产党人 他中国共产党人 他使用一切的巫术 欲言 谎言 骗局 去谋裁害命 这种生死的奥秘 早已经被世界上很多人 人所共知 你中国共产党这些 所谓的高级领导干部 你们为什么能活这么长的时间 八九十岁 上百岁 你们怎么活到今天呢 我告诉你们这些老不死的 该走人走人 像爸让我才让我宰了你们 你们其中的一些人员 奉有重罪 早就应该结束生命 你们纯粹着为了绑架 接受我们家人 维持你们的生命 不让你们的生命 早已经坍塌死亡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这样非常简单的刑事犯罪 只要逮捕张荣芳 逮捕南沙滩那个女杀人犯 逮捕2002年 轮接命运女中学生彭雪的 那会儿国宝 或者犯罪人员 就可以查清案件 居然拖了十年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处决罪犯 还没有还钱放人 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人大 人民代表大会 人大 中国的每一个中国人 你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人大吗 这个国家在等待着我的长大 等待着我和我妻子的长大 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 我们不仅已经长大了 而且从我们出生到现在 我们的事情一直是由我们自己做主 也就是说从我出生三岁 登台两下 背诵毛主席吃死 从上景光山水掉鸽头以来 整个这个国家大势 就是在我的人体实验场中得出来的 中国才有了今天 所以我的事情我做主 那么这个国家谁在做主 根本是从我一个三岁出生的孩子 就开始做主 中国走到了今天 这就是你们四处宣传的康熙皇帝 木骨沉重 我师父说过 外面有个电影小鬼当家吗 对吧 那个管家想霸占他的财产 杀害小孩的父母 最后被处理掉了吧 我说过你中国共产党不代表我 一两年前我在通知你共产党 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立即下台 解散 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通知他们 你们不听从我的是吗 我问你中国共产党现任国家领导人 现任党政军的高层领导干部 高级领导干部 也许中低级的 中高级的领导干部 都不见得知道真相 我问你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我命令共产党解散 你们该有意义吗 我再问你们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谁 你江泽民站出来 谁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我跟中国共产党什么关系 我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换句话说 不客气的说 我应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 这才真相 而且从我一出生 就有这东西 我通知立共产党解散 你敢不解散 我通知立下台 你敢不下台 我虽然不在党内 但我依然是这个党最高的领导人 你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再代表我 你这个党已经是明目张胆的背叛了矛盾主席 背叛了人民 背叛了我 背叛了中华民族 背叛了联合国决议 我是这个党最高领导人 我说有就有 我说没有就没有 我说有民主就有民主 我说没民主就没有民主 一切我说了算 如果你们这样继续下去 团党都全 你们是不得好死的 我知道你共产党所谓有些权贵 看我暗眼 嫉妒是不可避免的 我可以理解 只要你不从事刑事犯罪 但你们敢不承认 这片江山 是袁志凯 孙中山 蒋介石 毛泽东和我张杨打下来了 你们他们算老底 我再说一遍 这片江山 是袁志凯 孙中山 蒋介石 毛泽东和我张杨打下来了 你们算老底 什么他们正教兵 鬼班的 我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开什么会你们 谁这些你们看会了 我看你共产党 再敢霸占我一分钱是 我宰了你们家 我看你习近平 再敢从我手中夺权 我看你们 他妈叫找死 你共产党的 高层领导人员 给我直接说清楚 谁是中国共产党的 最高领导人 谁是军队的最高统战 你习近平 再敢说你不知道 你习近平 为什么把我 和我妻子绑架 扣押在中国 因为我才是中国共产党 和这个国家 合法的最高统治者 最高领导人 甚至包括海峡 两个三地 你习近平算了 我不留在中国一天 你习近平早 他们让人打死了 没有我在中国 谁理你 王岐山习近平 你算老底 我看你习近平 王岐山 再敢偷梁换众 张冠李贷 唐毕等哥 你习近平 王岐山 李克强 你不要跟我争夺权力吗 如果我不承认你们 你们就别想在地球上混 你敢躲我的权 霸占抢我的钱财 你们可残害 我和我妻子亲人 咱们看谁是最后的赢家 你共产党内的反人的分子 你残害我和我妻子亲人 你们就别想在地球上待 给我滚蛋 习近平说人民和党之间没有权力之争 是没有权力之争吗 你习近平为什么狗地跳墙 跑的 川普的 还在胡说八道 中人家了吗 我希望你们不要仗志欺人 党有党法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地球还有国地法 我不信你共产党这些反人的分子 能他妈反了天 一切权力在人民的手中 包括你共产党的最高统治权力 好 我来说什么呢 谢谢 好 接近平说 爆发 小姐 完全